2011年底,杨淑宇和徐曼参加朋友组织的单身趴时,认识了张建强。 张建强是个富二代,也是这次聚会的出资人,风流倜傥,潇洒自信,吸引了他们俩的目光。 杨淑宇漂亮,能唱会跳,在学校就曾是各种活动的主持人,张建强对他一见钟情。 杨淑宇1988年出生于山东衍城县,徐曼家在资博,和杨淑宇既是同学也是闺蜜, 两人毕业后一起来到灵仪批发城创业,合伙开店批发经营首期视频,几乎形影不离。 见杨淑宇不断展示张建强送给他的手工巧克力自制的旅游相册等,徐曼不以为然, 说,你要多个心眼,这都是渣男哄女孩的小玩意儿。 杨淑宇认为,这正是张建强的独到之处。 很快,他和张建强相恋了。 张建强的父亲张春华是林一家公司老板,母亲因患肝癌去世几年, 这个家最需要一个温柔能干的女人。 仅仅五个月后,张建强就用一场隆重的婚礼将杨淑宇迎娶回家。 杨淑宇从他和徐曼住的合租房里搬出来, 住进张家位于蓝山区北原路的别墅。 张建强在父亲的公司担任销售副总, 现在杨淑宇也成了公司后勤主管, 公司还为他配了一辆帕萨特车。 眼看闺蜜从一个灰姑娘嫁入豪门, 跟自己的差距骤然拉开。 徐曼既羡慕又嫉妒, 他主动清算了两人间的账目, 把杨淑宇当初的几万元投资全额退还。 见徐曼行胆引之让人连, 杨淑宇几次为了介绍对象, 有的也是富二代, 可对方瞧不上徐曼。 也有人家看上他的, 徐曼却拿张建强做参照, 嫌对方条件不够好。 相亲几次都没有成功, 杨淑宇也没办法。 2012年6月的一天, 徐曼到张家园, 张中华正在别墅一楼的小花园里试弄花草, 他饶有兴趣地站在一边看, 张中华讲述他养华的经验, 语气温和轻松, 态度儒雅沉稳, 让徐曼很有好感。 看着还不到50岁, 仍显年轻的张中华, 他心里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 几天后, 徐曼以介绍客户为由, 让杨淑宇帮他引荐一下他公公。 杨淑宇爽快地答应了, 张中华不好怠慢, 帮他介绍了一些客户。 徐曼执意要请他吃饭表示感谢。 张中华提出叫上儿子媳妇, 徐曼笑着摇头说, 桥归桥路归路, 我会单独约他们的, 你们父子在一起总是两代人, 会有居住感。 张中华笑道, 可咱们也算是两代人呢。 徐曼脸色微红地说, 你很显年轻, 我觉得你只比我大那么一点点呢。 那顿饭两人交谈甚欢, 最后还是张春华抢着买了单。 起初徐曼还把他与张春华的接触告知杨淑宇, 渐渐地就不再多说了。 杨淑宇想不到有心的徐曼向一阵旋风, 用他的年轻温柔和活力很快征服了公公。 十一月初, 徐曼和杨淑宇见面时突然说, 淑宇, 我宣布一件事, 你事先声明, 不吃惊, 不拆台, 只能支持我, 以后我会好好感谢你。 杨淑宇笑着说, 你别卖关子了, 赶紧说吧。 徐曼突然拉住他的手说, 咱们要成为一家人了, 我和老张就是你公公好了恋爱了, 我和他什么都发生了, 我们想结婚, 现在关键是要得到你的力挺。 淑宇, 你有你的幸福, 我有我的幸福, 你不会反对吧? 杨淑宇觉得难以置信, 说了一堆反对的理由, 你要是跟我公公结婚了, 我们不就成婆媳了吗? 难不成我要叫你妈? 这还有伦理吗? 再说你爸妈怎么接受呢? 徐曼轻着地搂住杨淑宇说, 我跟你没有亲缘关系, 哪违背什么伦理, 现在这种年龄差距也很普遍, 父母那边我会做工作, 至于我和他之间, 我们都有信心。 淑宇, 你向我保证, 以后我们一定好好相处, 我绝不会揽权夺权, 我们永远是好朋友, 好闺蜜。 杨淑宇心里就想扎着根刺, 表面上还要装大肚, 劝他不要太清帅。 徐曼走后, 杨淑宇马上打电话告诉了丈夫, 两人回家商量对策, 夫妻俩都怀疑徐曼的动机, 决定携手做父亲的工作, 让他坚决放弃徐曼。 张春华早有准备, 当晚张建强刚开口, 他就说, 我正想跟你们商量, 说实话, 我也曾考虑这事到底合适不合适, 现在想通了, 虽然他年龄小一些, 可我觉得人不错, 只要大家好好相处就行了, 你们说呢? 杨淑宇在一旁面红耳赤, 不敢多说, 张建强硬着头皮说, 爸, 不是我们多想, 他是有目的的。 张春华打断了儿子, 谁做事都会有目的, 我看中的是否真心相处, 性格好不好。 他特意把目光转向儿媳说, 你俩放心吧, 他没有问题。 杨淑宇实在忍不住了说, 爸, 我和徐曼是好朋友, 他只比我大一岁, 他要是成了我的婆婆, 我们彼此尴尬不说, 外面也会笑话。 张春华摆摆手说, 最初啊, 他也是你介绍给我的, 现在你客观公正地评价一下, 他不算坏吧。 杨淑宇不知该怎么说, 点了下头, 他人是不错, 张春华又看看儿子, 我和徐曼商量过了, 不搞婚礼, 只登个机, 找两桌走得比较近的亲友, 来吃顿饭就行。 无论是公司还是家里, 大选都还掌握在父亲手里, 而他一向是说一不二, 张建强和妻子彼此对视了一眼后, 不甘心地表态, 好吧, 当晚, 徐曼就给杨淑宇打电话表示感谢, 就知道你会帮我的, 书宇, 我开始研究菜谱了, 等结婚后, 我天天给你做好吃的。 2013年5月, 徐曼做通父母的工作, 如愿地和张春华登记结婚, 也住进了张家的别墅。 张春华的卧室向阳又宽敞, 还自带一个小的工作巾, 出入有司机开车。 徐曼人都显得漂亮和飘逸了很多, 起初他还算谦卑, 让张建强和杨淑宇仍叫他名字, 但张春华很注重长幼尊备, 有些礼节是免不了的。 每一次一起吃饭, 看着徐曼和公公并排坐在上席, 杨淑宇就没了心情和胃口, 单独和徐曼相处时, 他再也没了知心的感觉。 不久, 张春华安排徐曼做他的主要助手, 并过问家事。 11月初, 徐曼提出要更换保姆, 称现在的保姆杨阿姨 做事不利索, 杨淑宇明白这是冲着他的, 因为杨阿姨是自己找来的眼城老乡, 杨阿姨跟徐曼相处不可谐, 私下里常向杨淑宇说他的不是, 杨淑宇和丈夫都不赞同换人, 可在张春华的干涉下, 杨阿姨还是离开了张家。 杨淑宇被激怒了, 开始明理暗理和徐曼作对, 两人的矛盾越来越大, 2014年初, 为了防止矛盾进一步计划, 张春华精心装修了位于北城新区的一处商品房后, 想让儿子儿媳搬过去, 杨淑宇一听, 眼泪哗地滚了出来。 爸爸, 你这是驱赶我们吗? 张春华连忙解释说, 你千万不要误会, 我是觉得那边的空气好, 更适合居住, 你要是实在不想搬, 那就算了。 虽然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杨淑宇却相信一定是徐曼岛的鬼, 公公的心已经被他完全笼络了。 2014年3月, 张春华在河东区开市的分公司开始生产经营, 此前他早就计划让儿子过去管理, 谁知临时安排一个副总全面负责分公司业务, 对儿子的解释是他还缺乏经验。 这次夫妻俩又把账寄到了徐曼头上, 徐曼明显感受到夫妻俩的敌视, 他想张春华有一天对他失去了新鲜感, 儿子儿媳多半会占上风。 于是他开始想方设法亲近杨淑宇, 送健身券, 在网上给杨淑宇买来多款流行的女装和女包, 又建议张春华搞了个全家大连游, 可杨淑宇根本不领情。 6月下旬, 徐曼发现自己恶心肝偶, 联想到月经已推迟半多月没来, 他到林医师富有保健院做了检查, 结果让他惊喜不已, 他本以为以张春华的年龄自己难以怀孕, 眼下手里拿着检查单, 他激动得眼泪都快要流了下来, 如果生一个孩子, 自己的位置就牢固多了。 回到家, 他迫不及待地告诉丈夫, 张春华也非常开心, 如果你愿意受十月怀胎之苦, 我支持你生。 得知徐曼怀了孩子, 杨淑宇又急又恨, 作为儿媳, 他还没有动静, 婆婆竟然先怀孕了, 他在这家还有什么地位和脸面? 再说, 如果徐曼生下了孩子, 家产一下子就被稀释了一半啊, 他流着眼泪对丈夫说, 不能让他生, 生一个这么小的弟妹, 你不嫌丢人啊。 张建强很无奈, 说, 爸爸事事迁就他, 肚子又长在他身上, 他愿意生, 咱们能有什么办法呢? 杨淑宇气哭了, 他原以为自己嫁入豪门, 这个家里只有他一个女人, 只要他安分地做好媳妇, 他在这个家里的地位就会越来越重要, 如今一切都泡汤了, 他对徐曼的恨意压抑不住地在心中积聚和生疼, 怀孕后, 徐曼气盛不少, 他不上班, 却依然在家里遥控着公司事务, 张春华处处顺着他, 宠着他, 徐曼提早买了各种铜装, 专门摆放在醒目的地方, 杨淑宇看着越发刺眼, 认为他明显是在向自己示威, 杨淑宇觉得绝不能让徐曼就这么生下孩子, 下决心采取行动, 担心丈夫会阻止, 他不打算告诉他, 九月中旬那天, 杨淑宇悄悄地找在临仪市中医院工作的同学帮忙, 买来堕胎药物, 打成了粉末随时备用, 九月十九号吃完饭时, 他顺手给公国和徐曼盛舟, 在厨房里将一包药本迅速放入徐曼爱荷的皮蛋舟里, 轻眼看着徐曼将粥全部喝下后, 他心里又忐忑起来, 觉得自己是在犯罪, 有很多瞬间他甚至想主动坦白了, 转眼一想, 如果真那么做, 公公不知会被弃成什么样子, 以后他在这个家中就再也待不下去了, 一直煎熬到深夜, 他听到了徐曼的惊叫声, 公公起来喊着过去帮忙, 说徐曼出血了, 可能保不住胎了, 杨淑宇心惊肉跳地陪着徐曼来到灵医师傅幼保健院, 医生检查后判断他而保不住, 给徐曼做了轻功手术, 看着他伤心流泪, 杨淑宇心里五味杂陈, 没有谁怀疑杨淑宇, 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他悬着的心渐渐踏实下来, 可很快徐曼又准备再次怀孕, 让张春华戒烟戒酒, 又到药店买了很多调理的药物, 饭桌上总是有羊腰韭菜这些壮羊菜, 杨淑宇每次看到他撒娇地往公公碗里夹菜时, 都恶心不已, 十二月初, 杨淑宇在网上看到一个女人为了阻止丈夫和情人在外面鬼混, 悄悄地让丈夫服用一种名叫一胎利的假药, 使丈夫渐渐失去了性功能, 如果他让公公也服下这种药, 倒可以一举两得, 既能让徐曼怀不了孕, 有能疏远公公和徐曼之间的关系, 而公公年龄已大, 失去性功能也不算是什么要紧的事, 一天上午, 杨淑宇在网上找到了这个假药的卖家, 以每核二百七十元价格成效, 十二月二十一号, 他收到了从杭州快递过来的两盒药物, 每核内装十二小袋, 每小袋十个, 根据说明书上的介绍, 其主要成分是黄体酮, 雌二醇和雌激素, 抑制男性荷尔蒙分泌, 可导致男人丧失性能力, 为了验证效果, 他偷偷取出一小袋, 只到了半袋的分量, 放入丈夫的茶水里, 果不其然, 一连几天, 丈夫都没有要求过夫妻生活, 从此, 只要有机会, 杨淑宇就偷偷地往公公的茶水里, 倒这种假药, 每次半袋, 有时多一点, 周末方便时, 他一天会倒上两次, 张春华爱喝雀蛇, 在浓浓的茶味的掩盖下, 喝不出茶水里被放的别的东西, 杨淑宇惊喜地发现, 公公不那么精神了, 徐曼也经常愁眉苦脸, 有好几次还红肿着眼睛, 一天晚上, 徐曼和公公出去散步, 杨淑宇打开他的电脑, 看到他浏览过的网页, 都是关于男性性功能如何恢复的内容, 他又有些不忍心, 想收手, 但想到, 也许一停药, 就会前功尽弃, 徐曼就可能怀上, 他决定一不做, 二不休, 尽管杨淑宇坐得悄无声息, 事情还是渐渐露出了马脚, 2015年4月中旬, 徐曼现在签售了一个快递包裹, 就问他里面是什么, 杨淑宇心里一慌, 直捕着说是化妆品, 徐曼知道他一直只用蓝口这一个牌子的化妆品, 而且担心质量问题只在专营店买, 联想到前几天, 杨淑宇拿着张冲华的杯子到厨房添水时, 曾磨蹭了半天, 出来是神情也不大自然, 徐曼心里就越发起疑, 丈夫身体本来好端端的, 不明不白的性功能就不行了, 他百思不得其解, 他催张春华去医院检查, 张春华碍于面子不去, 只是自己买了些药物服用, 难道杨淑宇做了什么手脚吗? 徐曼越发觉得蹊跷和可疑, 一天晚上他把自己的疑问 告诉了丈夫, 张春华让他不要瞎想, 说根本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 4月23号上午, 徐曼到桃园电子城买了两个针孔摄像机, 趁着家里没人, 装到了客厅和厨房的隐蔽处, 27号中午, 徐曼自己在家, 把录下来的视频文件放到电脑里回放, 赫然看到了发生在客厅的惊人一幕, 当客厅里只有杨淑宇时, 他拿了一包东西, 全部倒在了张春华的褐色保温杯里, 倒完后又迅速拿起保温杯摇了几下, 他到底倒的是什么? 神情为什么显得慌慌张张? 徐曼又急又恨, 想马上弄清楚, 当即拨打杨淑宇的手机, 问他在哪里, 自己有事要的帮忙, 现在能否回家一趟? 当天下午一点半, 杨淑宇回来了, 徐曼强热怒火质问他, 你有没有做过对不起人的事? 杨淑宇猜出不妙, 矢口否认, 你这不是故意在找茬吗? 徐曼把他拉到电脑旁, 黑着脸说, 你看看, 看看再说吧, 杨淑宇看着录下的视频脸色大变, 但如果就这样坦白, 以后在这个家如何立足? 他没有退路, 只有抵赖到底, 他坚称放入公共茶水里的是一种保健品, 可以降血糖, 自己完全是出于好心, 徐曼哪里肯信, 想到不知老公喝下了什么, 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被他在其他方面做了手脚, 他冲动之下, 打了110报警, 十多分钟后, 民警来到张家, 把杨淑宇带走询问, 杨淑宇再也瞒不住了, 交代了在州中投放堕胎药致徐曼流产, 又多次在张春华喝的茶水中投入意太利, 以便阻止徐曼生育的犯罪事实, 2015年5月9日, 杨淑宇因涉嫌故意伤害罪, 被南山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 6月初, 张春华和徐曼一起找到办案检察官, 出具了书面量解书, 对杨淑宇的行为表示宽容, 希望能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 对其从亲处理, 目前此案尚在审查起诉过程中, 好, 故事说到这儿, 就搞一段落, 故事中犯罪嫌疑人为真名, 在现代家庭中, 两代人即使是同住在一个屋檐下, 父母与儿子儿媳在经济上也是各自独立的, 父母与子女的经济往来, 往往采取的是资助的形式, 青年人对父母具有赡养和资助的责任和义务, 而父母一方也因儿子儿媳经济上刚刚起步, 而给予其经济上的资助, 这种在经济上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关系, 如果处理的不甚, 就会引发婆媳之间的矛盾, 徐曼和杨淑宇之间的矛盾, 也正是因为张春华没让儿子张建强全面负责分公司业务, 要让儿子张建强搬出去住等经济纷争而逐渐激化, 血缘关系的阻隔很难使婆媳产生像母女那样的情感, 因而情感基础薄弱, 但是婚姻一旦形成, 婆媳双方都处于一种义务关系中, 这种义务关系对于家庭来说具有相当的凝聚力和约束力, 认识到这种义务关系并在生活中自觉地实行, 对于婆媳关系的处理会产生积极的效应, 徐曼成为了婆婆, 杨淑宇因积极适应这种变化, 孝敬公婆是做儿媳的应尽义务, 当然作为婆婆的徐曼也应该给予儿媳杨淑宇充分的包容和理解, 这样才能够在新的家庭关系中和谐共处, 使闺蜜关系转变为比较融洽的婆媳关系, 从而使新的生活更加深的生活。